黃色泥流沖刷而下 漫過了河堤 泥水中還夾帶著樹枝 宜蘭午後降下大雨 讓蘇澳的猴猴坑溪暴漲 附近湖東路民宅前的藍色塑膠桶 也在積水中漂流 還有民宅成了守災戶 水淹到腳踝高 家具也全泡在水裡 只能趁著於是轉小的空檔 出動水管掃把清理家園 獨居又行動不便的老人 立場找來救護車 接送到親友家暫時避難 還有五金行也被淹 老闆又要清理 還要固定一個頭兩個大 目前要推一點點 但是他如果再下大就會又往前 蘇澳的雨孫的很大 野戶都是幾歲 截至傍晚五點 蘇澳單日雨量超過180毫米 南澳圓山超過100毫米 頭城礁溪也超過90毫米 包括羅東運動公園旁 以及聖母醫院周邊道路 都出現積水 往山區走東山鄉 往新興農場的山路也被掏空 塌了一個大洞 目前業者只能先開設 簡易便道對外聯絡 華視新聞張正惠有力而沈立榮 已然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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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